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9年指考的第十题 这题的话我们先听一下Better老师的英文发音 The weatherman has warned about drastic temperature change in the next few days and suggested that we check the weather on a daily basis and dress A necessarily, B significantly, C specifically or D accordingly 好 那这题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主词是weatherman 对那weatherman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气象播报员 对那他这样 has warned about drastic temperature change in the next few days 对那warn这个是说提出警告或说提出提醒 就是说大家要注意 对那后面我是不是就一定会接一个就是说 比较不好的天气状况所以大家才要注意嘛 对那他这边果然你看 drastic temperature change 这就是代表说天气温差变化很大 对那这一边的话 in the next few days 那所以就代表说接下来几天 你可能第一天非常热 那第二天又突然很冷 那第三天又变很热 就是说忍热交错不定 就是说这几天的天气的温度 你没有办法去确定说 他到底是大概几度 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他怎样 他说suggest that we check the weather on a daily basis 所以你这样子你每天都要怎样都要确定一下这个天气怎样 那如果说他播报说下礼拜全部都是晴天 啊温度都差不多 那所以你是不是只要 这样就是大概知道就好 你就不用去check 那如果他今天他现在是讲说 下礼拜 或者说接下来几天 那温差每天都变化很大 那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去看这个温度 就是说看气象预报 看明天温度是怎样 那怎样 那所以你穿衣服要怎样 accordingly accordingly就是对应的 那这个对应到底是对应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天气 那如果热的话 那你就穿短袖出去 那如果说要下雨的话 那你就要带雨伞 那如果冷的话 那你就要多加个外套 OK 好 那这样子整体是不是就很有逻辑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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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